系指張樹國小已經建校二十幾年 鐵圍裡外牆就因為時間久了 早就出現生鏽扶持的狀況 更嚴重的還整片壞掉 破了一個大洞校園安全兩紅燈 所以21號的上午 一元白佩魯就邀請了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也要求盡快改善保障安全 就在靠近張樹一路的這一邊 可以看到生鏽壞掉的圍牆出現了一個大洞 學校趕緊以黃色警示帶還有綠色圍網圍起來 這裡是系指張樹國小的圍牆 只見原本黑色鐵圍籬因為時間一久老舊 全都出現了腐蝕的狀況 也有大大小小的破洞擔心血統安全 21號上午議員白佩魯就邀請了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因為已經好幾年了然後他生鏽 一來就是因為他其實緊鄰人行道很危險 二來就是其實校園安全 那我們今天特地請了我們新北市的環教科科長 親自來評估一下這樣的現況 那預計教育局會分兩年 來逐步的改善 當初因為規劃及使用材質的關係 造成繡使非常的嚴重 也造成學校在門禁上的管制很難做法官 學校也經常因為被入侵造成很嚴重的破壞 甚至縱火垃圾以及其他危害破壞學校設施的情況屢見不顯 造成學校在經費上面修繕方面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圍牆破了一個大洞 校園安全出現漏洞 只是四周圍的外牆幾乎都有類似的狀況 只是也怕生鏽壞掉的鐵圍牆哪天倒下來也會傷到行人 所以會看也要求盡快改善 那為了希望讓我們學生能夠有個安全 並且是比較舒適的學習環境 感謝白佩如議員及我們的里長陳友諒里長 特別幫我們跟局裡表達我們的需求 因為整個圍牆如果更新的話可能要好幾千萬 所以我們交易局會把這個納入我們的計畫裡面 然後希望就校園安全的部分盡速的來改善 也希望整個圍籬在這個教育局整個改善之後 可以提升我們張曉的這個教學品質 然後讓大家在裡面學習也有更好的環境 張曉國小建校已經二十幾年 鐵圍牆難免老舊 只是全部都要換得要一兩千萬 只是為了安全將分為兩年陸續改善保障校園安全 卻從惠玲西局裁縫報導